2021年9月28日 澳洲根據聯邦的Department Health 總共有931個本地確診 但很可惜,這個數字相差很遠 稍後再和大家講 有11個在首都 有664個在山南維爾斯 還有56個在維多利亞省 很明顯維多利亞省這邊 報少了很多很多 另外有5個外來輸入 兩個去了山南維爾斯 一個去了北領地 兩個去了坤士蘭 現在根據這裡的確診數目 就是20284 我們看看在山南維爾斯那邊 有194個已知來源的本地確診 但仍然有669種不知來源的本地確診 另外一個就是 由我們一個州去第二個州 Interstate 另外兩個是外來輸入 現在他們那邊總共有866個 相差不遠 但在維多利亞省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有950個本地確診 950個 將剛才那個數字推錯了 我們有7個死亡 所以現在澳洲總共的確診數目 是超過了10萬的 10912個 而不幸地也有11個死亡個案 剛才說了 有7個在維多利亞 現在到達1256 我們有8個在維多利亞 就要有8個在維多利亞 然後我們有8個在維多利亞